下面我们来讲 新约圣经里神的名字 除了Theos 神以外 第二个名字很明显的 就是Kurios 就是主 耶和华这个名字 有的时候用Alpha Omega来解释 或者说西在 金在 永在 来解释的 启示录一章四节八节十七节 二章八节 二十一章六节 二十二章十三节等等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其他的地方 在新约的其他的经文 都跟七十四本 七十四本就是 犹太人把希伯来文的旧约 翻成希腊文的旧约 我再说 新约圣经其他地方 就跟着七十四本 他们就用阿多奈 阿多奈这个字 而阿多奈来取代耶和华 而阿多奈这个字就翻成Kurios 阿多奈是希伯来文字 Kurios是希腊字 来自Kurios power 全能这个子根 Kurios主这个名字呢 与耶和华呢 并不是完全相同 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有 Kurios主是指神 是大能者 是主宰 是一切的拥有者 统治者 有合法的权柄来统治的 这个Kurios主 这个词呢 不单单是指神 也是指耶稣基督的 在这里呢 我附加一段 我的新约老师 Richard Gavin 格里奇 就是圣灵降临的 剖析的那本书的作者 他说呢 当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神给他新的名字 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主 另外一个名字是 我的儿子 儿子和主都是主耶稣 他既然完成了 弥撒亚救赎大功 父神喜悦他 给他新的名字 主 也是给他新的名字 爱子 你说他本来就是爱子吗 是的 现在讲的不是三位一体 在永恒里 第二位的名字 是讲第二位来 道成肉身 过了一生 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之后 父神再次给他新的 在这个职份 弥撒亚职份里面 给他新的名字 两个 一个是主 一个是神的儿子 第三个名字 新月圣经里 神的第三个名字 就是父 天父 Pater 有人说 新月介绍了 神的新的名字 就是父 伯格夫说 这个是错的 在连这个 列邦的异教里 神也被称为父的 而在旧约圣经里面 常常神用父亲来表达 他与以色列的关系的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生命纪三十二章第六节 来 愚昧无知的弥纳 神是以色列的父 好 诗篇一百零三篇 第十三节 来 以色列称耶和华 他们的父同时也是救赎者主 所以这个父亲是在讲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的父亲 一般来说不是在讲神是全人类的父亲的 我不是说这个观念圣经没有 有的 但是更多的是讲神的救赎的计划 好 以色列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 他子民的父呢 包含他是姚将 父亲不只是慈爱的 是掌权的 是塑造他的子民的 耶利米苏三章四节跟十九节 来 那在这里呢 耶利米苏第三章呢 这个父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恩主 是恩慈的父 另外呢 就是真的做这位父亲的儿女呢 是不会转去不跟从他的 也就是说这个父是要求他的子女 也配这个子女呢 专心的顺服的 所以父亲你看 你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 有很多的治理行间的意思在里面 好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第九节 来 耶和华这位父亲是引导他的子民 而且引导走正直的路的 正直的路 我们读到这里已经读到好几方面 神是姚将父是恩主 父是要求我们不转离 要转一根从他的 在这里呢 负责引导走正直的路的 好 马拉基书一章第六节 来 所以很明显的父是要尊敬的 他的名字是不可以藐视的 马拉基书二章十节请来 那这里呢 一句话里面 一节话里面就讲了很多件事情 神是我们的父 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是父创造人 所以呢 既然神有列主立约 我们也要彼此立约 不可以诡诈对待我们的弟兄 所以这个创造立约和诚实 都连在一起了 好 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四章第二十二节 来 好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和华是我们新约 我们基督徒的父 也是同样的道理 诗篇 对不起 圣明记十四章第一节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儿女 所以不可再为死人用刀刮身 也不可以将恶上剃光 好 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明字律的部分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圣明记三十二章十九节 所以耶和华的儿女 是不要惹动神的愤怒的 以赛亚说一章二节 天啊要听地啊 侧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悲逆我 养育的父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第二十节 以法兰连是我的爱子 可喜悦的孩子 但是呢 神也是责备的 却也深深的顾念的 以他的心肠脸目他 怜悯他 所以这些都包含在 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里面 喜悦责备顾念怜悯怜悯 所以呢 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说 神是没有情欲的 那有些的作者 新一代的神学家 是不同意 神是有这些的情操 在他如何对待他的子民 和西亚说一章十节 以色列的人将来 要与海撒一样这么多 这个是指新约的神的子民 在基督里的人 从前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到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旧约里神 怎么看待以色列 是他的儿子 新约里神就看所有的 在亚伯拉罕 这个信心里面的人 信爱耶稣的人 都是永生神的儿子 好我们来读 和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来 从埃及造出神的儿子来 所以神与以色列的关系 是父子的关系 不过也是主仆的关系 你不要把神与他的子民 只是看成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也是主人主宰跟仆人的关系的 那在这些的经文里 这个名字就表达了 神如何统治他的子民 theocratic relationship 怎么统治以色列 那还有呢 这个父亲呢 除了是他的子民的神 立约首约的神以外呢 新约圣经里面用到父呢 也是指创造主的 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 来 万物本于他 父神是一切的来源 他是宇宙的创造主 以分所说三章十五节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 那记得吗 我们在今天早上第一课就说 这个名 命名啊 就有一个掌权的意思在那里的 我们都是从神而得名的 耶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要还你的神 帐篷 OK 这里是指以色列整个子民啊 神是他们的立约的 这是以色列存在的 设立以色列的神 然后呢 在亚哥说一章第十八节 神是用真道生我们的 这个父神是用他的真道生我的 还有其他的经文呢 父这个字呢 可能是指圣父三位一体的第一位 和三位一体第二位基督之间的关系 耶稣基督说我的父跟你们的父 所以父神是子的父 父神在永恒里生子 永远是子之父 或者呢 或者呢 父神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你是我的爱子 我今天生你 那几句话呢 不是指父神在永恒里永远做子之父 是指父神 采遣圣子 来到地上做中宝 做弥撒亚 做救主 他的名字 这位子 来到地上 做救主的职份 也称为爱子 我再说一次 子是指三位一体第二位的名字 这个是一个 或者生存形态 第二就是这位子 道从肉身来到地上 做中宝 做约的中宝 做救主 先知祭司君王 他的名字也叫子 最后当然就是主耶稣 天上的父神 是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信徒的父 好 这些呢 都是神的名字 Theos Kurios And Parter 神 主 与 父亲